不知道大家平时都在用什么软件听歌呢 从曾经的谦谦静听 再到酷狗 酷我音乐 到现在的QQ音乐和玩意云音乐 我们用过的听歌软件一直在不断演变 可到现在为止 听歌的体验却越来越差了 尤其是近几年 越来越多的音乐变成了VIP专属音乐 而且播放列表里也有越来越多的音乐变成了灰色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一款软件 让我们免费听歌实现听歌自由啊 不要怕 这样的软件其实早就存在了 深破天 绝对是你期待的那款软件 大家好 这里是音乐乱局 相信不少小伙伴都已经听说过 深破天这款软件 这是在国外最主流的音乐软件之一 并没有在国内推出 即使如此 是不是意味着深破天在国内不能使用呢 其实不是的 除了注册账号 可能需要在国外的朋友帮助外 其他功能在国内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深破天和国内很多软件不同 它采用的免费增值模式 也就是基本的服务是免费的 而付费订阅可以解锁附加功能 所以在深破天中 免费用户在手机端 只能随机播放音乐 并且页面中还会再有广告 而在PC端除了广告之外 免费用户和付费用户的体验 并没有多少区别 当然了 这些限制换来的是 免费用户也可以聆听曲库中的所有音乐 只是音质会比付费用户差一些 至于会员的价格 个人购买自然是比较贵 但是深破天会员有家庭主功能 如果找人拼车 那就非常便宜了 正因如此 就算深破天没有进入国内市场 依旧有非常多的人会选择这款软件 毕竟可以免费听这门音乐 而且界面清晰不臃肿的软件 现在可不多见了 那么除了获得听歌自由 深破天实际体验到底如何呢 如果将音乐软件比作到料理 那么便是餐盘决定了料理的量 因正是主材决定了料理的品质 使用的体验是佐料和火候 只有将这三点做好 才能将音乐软件做好 这三点给人的感受运了个异 不同的人得出的决论 可能完全不同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意见 如果和大家不同 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分享你的意见 首先是深破天最强的曲库部分 为什么说是最强的 因为深破天又有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音乐曲库 仅仅在2020年 就已经优有超过 7000万首版权音乐 并且每年还以 2500万首的速度增加着 在曲库这方面 绝对是亮大广宝 虽然深破天的曲库 会随着分支的改变有所不同 综合来讲 美区的歌肯定是最多 但其实每个分区之间的曲库 并没有多大区别 只是针对当地的环境 添加了一些本地化的歌曲 就像是赶区乐语歌会比较多一点 其他区域可能多一些本土歌手的音乐 但缺少的大都是比较小众的歌曲 实际体验区别并不大 无论是在哪个区 深破天的音乐 绝对可以让你过足影 由于深破天并没有在国内推出 所以对中文音乐的支持 可能没有那么全面 当然这个问题有办法解决 这里就容许 UP麦个光子 稍后为大家介绍答案 既然这道音乐料理的分量很足 那么它的主材音质如何呢 深破天现在的音质 主要分为160kbps和320kbps 免费用户最高享受前者 付费用户则可以享受后者 至于更高级的Hi-Fi品质很遗憾 虽然深破天在很久之前就宣布要上线 不过直到现在这个品质也还在测试阶段 只有欧美地区可以享受 并且如果要享受Hi-Fi品质的音乐 每个月还要在原本的会员基础上 多花5到10美元 可以说基本体验不到了 但是在日常的听歌体验中 有没有Hi-Fi音源 其实差距不大 因为就算国内音乐软件 支持Hi-Fi品质也不可能支持所有音乐 除非你刻意去收起了无损音源 否则我们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我们听到的音乐最主要的还是320kbps级别 而深破天在这个方面的实际体验 肯定是要比国内音乐软件优秀非常多的 但在网络上 对于深破天的音质还是存在不少吐槽的 很多人都觉得深破天的音质很差 这其实是因为深破天的一些默认设置 会对音质和听感做一些附优化 如果你刚开通会员 请在右上角点击自己的名字 然后点击设置 在音质选量中将创流播放品质和下载品质更改为超高 并且关闭自动调整音质以及标准音量 只需要这样设置一下 深破天的音质就会上升一个台阶 如果你还不满意 在PC或者苹果手机上 深破天还有均衡器的功能 可以进一步提升音乐体验 这样设置下来 深破天的音质优势绝对会明显的凸显出来 这样看来 深破天的主材虽然缺少一些顶级食材 但是主要材料绝对是中上水准 那么在调料和火候 也就是使用体验上 深破天的表现又如何呢 深破天的使用体验绝对是相当优秀的 千辛万苦使用深破天 说不定就为了那点使用体验 作为一款国外软件 深破天是一款只为音乐而生的软件 所以在深破天的软件中 没有杂七杂八的功能 整体页面简洁大翻 除此之外 深破天也会有推送功能 就像王一云的每日推荐和每周推荐 只不过深破天每天会根据你的听歌习惯 创建六个歌单 刚开始推荐的音乐 可能会有一些你不是很喜欢的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教 你会发现深破天的推送 绝对会比其他软件精准的多 如果你舍弃不掉自己的歌单 也可以在银河团队 将自己的歌单迁移到深破天 国内软件的大部分歌单 都可以在深破天里面找到 当然也会有一部分音乐 在深破天是没有的 这个时候就需要深破天的另一个功能了 如果你喜欢的歌曲 在深破天都没有的话 那也可以使用深破天播放本地音乐 这样深破天对中文音乐 不支持的缺点就被弥补了 只需要在设置里 将存放音乐的文件夹添加到本地文件夹中 就可以在深破天中播放这些音乐了 如果想要在其他设备里播放这些音乐 只需要在电脑端将这些音乐添加到歌单中 然后点击下载按钮 之后在手机端也打开对应的歌单 也点击下载按钮 这样电脑上的音乐便已经同步到手机上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方式同步本地文件 并不支持无损的flag格式 如果本地文件里有这种格式 虽然也可以在本地播放 但同步确实会失效的哦 在同步过来之后 本地音乐和在线音乐之间完全是无缝的体验 有了本地文件同步和歌单嵌移功能 我们几乎可以无痛的转移到深破天 然后体验深破天的各种功能 说完了听歌的干须 我们再来看看深破天里 独有的一个锦上添花的功能 那就是跨设备的音乐同步 无论是哪个平台的设备 只要是登录了同一个深破天账号 那么播放的记录便是同步的 在用电脑播放时 可以用手机控制电脑播放进度 无论是暂停还是播放进度条 当你需要换设备 也可以无缝的切换手机播放 真的非常好用 在工作时可以使用电脑播放音乐 节省手机电量 下班要离开时 无缝切换到手机播放 音乐不间断 在家里打扫房间或者趴在床上 用电脑放歌时 如果想要关闭音乐 也不用起身去操控电脑 直接在手机上就可以操控 在任何时间只需要打开深破天 就可以从擅自听到的地方继续听 这种湿滑的感觉 只要用过就会根本听不下来 虽然我们前一段说了不少深破天好的地方 但是这个软件也是有不少缺点的 首先便是它是不支持全部歌词的 这是因为歌词的版权和音乐的版权是分开的 深破天只有音乐的版权 却没有歌词的版权 所以在深破天上是有很多音乐都没有歌词 就算有歌词的音乐 这个歌词的界面也并不美观 所以想要解锁最佳的歌词体验 可以去找找大成制作的歌词软件 这样便可以弥补 深破天没有歌词的劣势了 最后还有一个说起来不知道好不好的功能 深破天是没有评论区的 这样的设计 对于喜欢边听歌边看评论的人来说 简直就是灾难 但对于受不了网易云评论区吵架的人来说 这样的体验更加干净整洁 最起码对up来讲 在深破天里面听歌还挺亲近的 这么看来深破天这道音乐料理 虽然还是不够完美 但是现在很多国内的软件就像是网红店 而深破天则是那种还在默默经营的老字号 虽然服务上可能没有网红店铺新颖 但是尝试过之后绝对回味无穷 如果你觉得国内音乐软件又一种种又难用 那不凡试用一下深破天这款小美的软件 没准就回不去了呢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这里是银河乱局 我们下期再见